这里是上海南京西路和石门一路的路口处 我的身后就是星巴克上海最大的旗舰店 今天我带大家走进里面去看一下 看一看如果我没有点咖啡会不会被区别对待 位于南京西路的这家星巴克店 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门市 它分为上下两层 在二层楼就占地有2700多平方米 这是第一层 我们进去看一下 一个特别大的开放式空间 你可以随意的选择坐在哪里 我先在里面溜达溜达 在一楼的一侧是一个咖啡制作工厂 坐在这里可以看到咖啡制作的流程 在另一侧摆放着星巴克出售的商品 这些都是一些煮咖啡的用具 还有一些衣服一些饰品之类的东西 价格跟普通商场的价格差不多 这是咖啡的吧台处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前些天负面新闻的影响 这个时间西马克里人不是很多 这里是西马克的打包车间 这些咖啡豆应该是可以出售的吧 这是一楼大厅的另一侧 我发现来到这里的顾客都是来到这里办公的 还有企业面试也选择到这里 听说二楼有2700多平方米 我们去看一下 看到一个母亲带着孩子 在参观一楼的咖啡工厂 这里就是二楼 二楼也是一个开放式空间 在这里坐一会儿 来二楼的顾客明显要比一楼多了很多 听说这家店的面包是意大利米兰品牌的 我在这里逛了好一会儿 并没有被这里的店员打扰 我个人并不喜欢喝咖啡 但却非常喜欢闻咖啡的味道 上海是我去过的城市中 咖啡店铺最多的城市 这可能是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原因吧 每天这家店都会有许多人来这里打卡拍照 来到这家店我并没有点一杯咖啡 同样也没有被区别对待 如果你们对星巴克店有什么想法可以给我留言